骑着单吃去找房 这个小区呢 它是一个拆迁房 好多阿姨啊 就是人手可能五六套 他当时拆迁的时候 一人就是70个平方 Hello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河南的郑州市 昨天租车准备自驾啊 然后昨天因为太晚了 我就没有出城 昨天晚上和我弟弟见面 然后在我弟弟这边住了一个晚上 昨天我弟弟说他要换房子 他想把这个房子退掉 换到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他现在是在那个双子塔那边上班 所以想搬到那附近去 想让我今天去帮他看看房子 我在网上找了找 今天去看一看这个房价 到底是怎样子的啊 我在网上看的是800到1500左右 一十户啊 有很多一十户都是到1800的 我有看了几个1300到1500的 我去看一看合不合适啊 还有那种整租的其中的一间 比如说主卧和次卧 还有一些隔断的那种房子 可能会比较便宜一些 比如说主卧的话 可能达到1300到1500这样子 然后次卧的话是七八百 然后还有那种是隔出来的 五六百这样子 所以这个差距还蛮大的 因为我在上海租房子的话 以前也是租的那种隔断 或者是成套的租了那个单独一间 生活不是特别方便啊 其实我租房子 我也不知道选择什么样子的好啊 我们去看一看 这边1000到1500租什么样子的房子 本来要去给我弟弟看房子呢 然后走到这个河南博物院 我就去里面参观了 现在出来了 准备坐公交车去给他看房子 博物院站 BRT公交 然后对面有一个小公园 大家可以听到吗 玉句 只要有小公园就有人唱玉句 大家能明白河南的玉句 在河南人民心中是什么地位了吧 随随便便哪一个小公园 都有玉句的声音 看一下我们河南的公交车 只要一元哦 这是郑州的BRT 和上海的71路一样的 在这里换个车 哇 哇 郑州的这些街道 这个人超级多呀 机动车 人 飞机动车 哪哪都是特别多的人 才走了一小会的路啊 堵车堵的不行 这个也可以干净的 做饭是公共厨房是吧 这个是北边 然后是厨房和餐厅改造的 这是一个朝南的主卧 一个大的飘窗 然后这边有一个柜子 这边是卫生间 四楼 这边都是拆建房 这个厨房是公用的 也没有人做饭 刚打扫出来的 这个是客厅隔的 1100 这阳台蛮大的 然后这里是一张床 它这个房子因为是隔的 所以就是不方正 这个是950 这个是侧窝 其实这个侧窝也蛮大的 他们这房子都是朝阳的 这样一个小阳台 然后它这边是公用的卫生间 这边是厨房 然后前面是刚刚看过的那一个房间 这边一个房间 等于是三个房间 这个950 几号啊 炸层36号 炸层 它这个字为什么叫炸呀 它不是自己吗 对 它这个多一字 这边都是拆建小区啊 全部都是拆建的 然后这是个教室家属的 这边有个小学是吧 我现在再去看个电机房 从这里进来 左手边是厨房 厨房是公用的 平常是几个人做饭 就他们一个夫妻做是吧 然后这边一个大厅 然后进去这是 里面三个房间 然后这边是公用的卫生间 这边应该是一个北客厅改的 特别大的一个房间 然后这边一个阳台也很大 我们现在看好了好几套房子 大概都是要一千一到一千三左右 刚刚我弟弟说一千二一千三都太贵了 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个社区 然后那个社区也是属于那种拆迁房 然后那些大爷大妈呀 人手都是五六套十几套那种 然后租房子的话会比较便宜一些 从大爷大妈这个手里租的话会便宜一点 我们都是在网上找的中介 所以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他们中介租房子呢是自己租一套 然后在隔间再装修 它所以就会稍贵那么一点点 骑着单身去找房 现在我们走到了这个社区 然后这边的房子都是公寓房 都是一室一厅的或者两室一厅的 反正就是比较小的 你看这里还没住人啊 还没交房吧 刚刚我们看房子的时候也碰到一个小姑娘 他也是在绿地的双子坛那里上班 这个社区呢 他就像一个村一样的 为人民服务 里面有好多好多可以吃饭的地方 我们先去吃个饭吧 你看这个社区还蛮好的 两边都是门面房 然后中间是一个小公园 吃完拉面热热身 真的外面好冷啊 我没有穿外套 看到没有这个路上有这大爷大妈 把我弟弟包围了 这些大爷大妈他们人手都是几套房子 看到没 这里是一楼 然后这里是一个客厅 进来 这边是一个次卧 然后带一个阳台 也有空调 柜子桌子都有 这边是主卧 柜子桌子 这还有个电视 空调都有 这个是洗澡间 厨房 这弄得挺干净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阿姨的 这个是三楼 这是一个客厅 然后进来 左手边这边是一个卧室 也是带一个阳台 然后这边是一个飘窗 这边是一个卫生间 这边是厨房 它这个厨房底下没有带柜子 现在已经9点47了 我们刚刚看好房 刚刚从这个小区出来 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拆迁房 好多阿姨 人手可能五六套 她当时拆迁的时候 一人就是70个平方 所以说人口越多 就是子女比较多的 分的房子也就比较多 像有的家庭 孩子比较多的 你看一个孩子就70个平方嘛 所以房子都特别特别多 他们一般自己住的话 都是住30的40的 然后其他的房子都是 就是两室一厅的 一厨一卫的 就是70个平方 就是一个子女分一套 就是两室的特别特别多 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啊 这个价钱不一 最便宜的我们找到了1500 然后最贵的是2000 然后有一些就是装修的不一样 它价格也就不一样 然后楼层高一些是稍微便宜一些 楼层矮的稍微就贵一些 然后这个房子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就是差距也蛮大的哈 但是两室的我们又租不了这么多 对不对所以也比较难 今天就没有成功 改天我弟弟再过来看吧 我们骑单车去地铁站坐地铁回家了 郑州的夜景也是蛮漂亮的 坐地铁回家了 现在都已经22点了 还有这么多人 河南人真的很辛苦 这马路挂的红洞楼好漂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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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